今天開始跟大家關心民生訊息 台灣真的不缺電 可能這句話會淪為口號嗎 因為真的就在缺 市長哥昨天晚上 一北一南都發生了 吳玉錦停電的訊息 一個是竹北 吳玉錦停電 2000多戶受影響 一個在高雄的男子 也是下午突然的停電 但是政府一直說 我們不缺電 可是為什麼突然停電 也沒通知大家 到底電力夠不夠呢 對 政府都跟我們說沒有缺電 譚電又說保證不會缺電 可是問題是 怎麼會常常有停電的狀況 而且現在是持續在發生中 一下子北 一下子南 一下子北 好像變成日常了 對 那你要說真的沒有缺電嗎 民眾可能也不會相信 好 那你看這個4月19號 竹北那時候是吳玉錦的停電 有2035戶受到這個影響 你看看這個畫面 不是計畫性停電 竹北 怎麼突然停電 這也不是鄉下的地方 大家民眾還要過火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昨天下午的時候 是在高雄市的男子 那2點的時候出現所謂停電 那影響了805戶 這比較誇張是說 當地還有民眾他坐電梯 就坐電梯之後就困在那個地方 所以說 所以就說不好意思 這個電缺電這個問題 或是突然停電這個問題 不要再發生了 這搞不好會出人命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他們就說沒有啦 這是什麼地下電燃的街頭故障 好 無論如何 你要讓電供的穩定 供的安全 這才是全民的希望 所以我們就講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我們經濟部的市長 林全能就問到 被他問到 就說我們最近是不是有缺電的狀況 然後他就說 4月18日的這個急需 用這個需要的來反應 那遭到這個緊急的狀況才不得不為 我們用這個所謂競價的方式 來要求民間的電 但是今天的這個倍轉容量還有到12% 不至於到缺電的狀況 他說12% 可是我們仔細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台電的官網裡面來說話 是94% 也就是只有6% 這是使用率94%了 也就是說只有6%左右而已 倍轉容量跌到剩6% 所以你就知道說 好像你還在狀況外 你根本搞不清楚狀況的一個情形 好 那除了這個 這個經濟部市長的說法之外 那台電當然要出來說明 台電的這個發言人就說 這個4月18日的停電是因為很多因素 第一個 高溫 再來就是民營電廠出現這個 管線破裂的這個狀況 再來就是太陽能的發電量不如預期 因為有這個空汙的關係 所以我們動用了35萬千瓦的 這個虛量競價 至於說這個機額是約100萬千瓦 所以還有不少的這個額度 所以看起來的話 好像他對這件事情是輕輕的掠過去 那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知道 賴斯堡委員就說了 他就問一下我們的經濟部市長 就說原本我們合理的 倍轉容量是15% 那這樣的狀況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明明就達不到 對 因為明看官網只有6% 對啊 達不到這個狀況 那林全人就說沒有 那是備用容量 那倍轉是不同的程度來處理 8%是一個很高的容量在運作 那結果講這個話來說 那真的要打屁股 為什麼要打屁股 是我們法定的備用容量是10% 如果低於10%其實都是壓力非常大 對 可是他說8%是OK 8%是缺電危機 所以這個其實講話不對 而且倍轉容量跟備用容量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 你到底有沒有搞清楚這狀況 我覺得台電我們的經濟官員 真的要好好的做功課 把這些相關的數據都搞得非常清楚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看到 因為現在記者就問 就問說那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問台電的代理董事長 曾文森 就怕夏天會沒電用 對 大家都很關係這個問題 接下來夏天到了電量會 就像我們每天都在問 供應無餘嗎 這個問題我不是都一直在重複回答嗎 可是這沒重點沒解決 對 那了解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掌電這樣 我不想 我不想接受你的訪問了 乾脆不理不答 對 為什麼這樣 因為說實在 他可能也沒辦法 給你確切的答案 他也很怕說我講了之後 萬一真的到時候又缺電 那怎麼辦 虎破網 對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這個狀況 因為的確 現在的確是 電力的需求比較大 所以你看 現在的河山廠的這個 氣窩的這個輪跡 是以測試運轉的名義加入發電 也就是說它原本的這個 備用的這些機組 現在在發電 所以你說沒有這些電力的話 搞不好我們電力會更缺的 所以我們就講 這個4月18號 這個所謂的 這個虛量競價這個問題來說 當時出了每一度電是10塊錢 我們很擔心說 未來的這個狀況裡面來說 當然台電就說 過去就有這個機制 可是問題是這個機制 這個虛量競價就是跟民間買電 跟民間買電 就是價高者 對 就得嘛 比如說明君你是民用的 我現在台電需要用電 我跟你說 你現在減少你的發電量 你可能有8%18%9%左右 你就不要用了 你又給我 那由我來 由我來這個給你 比較高價去補償你 這樣一個狀況 但問題是好 他說過去就有 可是問題是過去有不有 這不是問題 問題是你不要一直用這樣的方式 這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電力壓力真的是很大 好 那除了這個用電問題 是民生所關心的之外 我想缺不缺電 能不能夠解決缺電的危機 也是下一任執政者 需要考量很大的因素 沒錯 這跟民生的感官 非常有直接的關聯 那這國民黨的總統大選 人選都不像綠英 早就已經定位一尊了 不知道是要找侯友宜還是郭董 當然侯友宜 昨天是出訪到新加坡 那郭董也召開了他參選的 這個意象跟記者會 但是來裡面的聲音 似乎感覺是說 他們希望徵召侯友宜 再給一點點的時間 為什麼要這麼多的時間 要讓給誰 趕快把人選決定出來 不是比較好 來打選戰嗎 對 事實上民眾在看 國民黨裡面的候選人 大家看到無沙沙 演得這麼久 這個所謂泡沫劇 那個肥皂劇演得太久了吧 事實上演到目前為止來說 國民黨內部人 是已經快要有一點坐不住了 你看譬如說像 國民黨的這個黨團的總召 曾民眾說 趕快徵召侯友宜參選2024 如果讓侯友宜一直被打的話 那國民黨這次黨 這樣也不用玩了 因為已經被打爆了一個狀況 結果朱立倫當然就有話說了 說我們不要掌他人自棄 滅自己的威風 要對自己的候選人有信心 然後他說我堅定無私無我 這個忍辱負重 拜託所有的朋友 這個多做對團結有益的事 少做這個製造敵人的事 最後勝利才會是國民黨的 那2024不是單靠一位最強的候選人 而是他最強的戰隊 靠團隊的力量 團結在一起這樣子的狀況 那也就是說什麼 他即使被罵爆了之後 他也不要趕快徵召 就是從他的態度看起來 跟發言他並沒有 意向是要徵召侯友宜的感覺 是 反正他現在不急 對 但不急是問題 是旁邊的人都很急 對不對 所以就有人就說 你是不是 就有人懷疑他自己 懷疑朱立倫 就說你是不是不拍板 對 你是不是要密謀所謂的郭朱沛這樣一個狀況 那甚至連這個綠營 跟這個藍營的交好的這個學者 就說了嗎 游子翔就說 徵召辭辭成了淚出現 反而變成是讓很多競爭者 在遊戲規則不明之下 互相競爭嘛 他說這樣子到底是保護了誰 的確目前為止來說 藍營內部都有這樣的一個聲浪 好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現在有兩個最大的候選人 一個就是郭台銘 一個就是侯友宜 那侯友宜現在到新加坡去拼他的國際觀 要展現給國人看 另外就是郭台銘 郭台銘他這幾天的時候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信義區的飯店 辦了一個他的這個記者會 他說這個是赴日成果的這個記者會 對不對 那這個記者會來說的話 是號稱叫做科技經濟政治的 這個日本開拓之旅 那你講這個東西來說 他那一天的 讓人家印象比較深刻的 不是他講什麼 而是他那裡面 呈現的感覺 對 他大動作在那邊唱國歌 然後宣讀奪父遺像 遺囑然後帶國旗 然後還敬禮這樣一個狀況 那他覺得說他好像要強調說 他是鄭南軍的這樣一個狀況 對 但沒想到這個 這個還是引來很多媒體人的反應 譬如說像陽明 王陽明就說這個郭董這場記者會 真的是不及格 那為什麼不及格 除了我覺得 就意外的說亮點其實沒有很多 那為什麼 尤其後來又爆出了一個意外插曲 什麼意外插曲 因為甚至這場記者會裡面來說 他們的這個相關的主持人 就說那記者要發問的時候 請你用手寫的一個題目單給我們 就是由主持人統一發問 對 記者不能自己舉手發問 對 不能這樣 結果沒想到後來這個 我們知道友台的這個記者 他就劉婷婷他就PO了一個照片 PO了照片 就是他的提問單 對 他手寫的那個提問單就是這樣 要寫名字還有單位 然後還有問的問題 是這樣一個狀況 好 結果他問了問 他想說我提交出去 那沒有問題嘛 結果沒想到最後 明君你知道嗎 主持人問的問題 跟他的題目的問題 有點不太一樣 他就說某某台文的問題 怎麼跟我寫的都不一樣 對 語意有點趕快改變了 就好像因為語意改變之後 就變成是不是他的意思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有點扭曲原意 結果他後來就發了一個文 就說這場記者會 不但嚴重破壞了媒體 跟幕僚之間的互信 更讓人家懷疑說 郭台銘是不是不願意接受 民意的這個檢驗 所以原本是應該讓人家問的 結果沒想到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好像有點 好像就是你是不是怕面對 我認為是這個樣子 因為以前郭董 他是在紅海工作的時候 他對紅海太了解了 所以你問他什麼問題 他覺得你絕對問不倒他 你要真的把他問倒 那也真的很難 表示你這個記者很厲害 所以過去都不用順稿 反正你要問你就直接賭賣 他就回答你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整個他的股東會 也是非常長 讓你問到飽問到滿 你要問什麼都可以 那也因為這樣的態度 所以過去人家認為說 你很厲害 你對郭董 你果然對這個紅海非常了解 那個胡與胡 你果然是 能夠把你的這個 你公司形象 跟你的這個公司 都牢牢的印在一起 可是問題是他這一次 沒有這樣做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明明過去不是這樣 你現在變成這樣 那你是不是對於所謂政治 你可能是不是很了解 還是說你沒有把握 能夠回答這麼多問題對不對 那所以尤英龍也說了 他說這個郭台銘 自覺非常的低調誠懇很真實 但是他在很多問題上面閃躲 就是一場失敗的記者會 他畢竟是很嫩的政治素人 所以才講 這個郭董 我跟你講政治跟這個經濟 還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想問一下孟凱 來這個聲音這個藍營裡面的委員 對於現在總統大選的人選要徵召誰 我想是你們都非常著急的件事情 那這個侯友宜昨天 新北市大家長去了新加坡 郭董也召開記者會 儘管不論這個記者會 媒體對他的看法是貶多於包 但因為是郭董至少他表態 他就是要競選 那最近侯友宜感覺動作也變多 不過癥結點在於黨主席朱立倫 你覺得他今天講的這番話 似乎還是給大家一點曖昧不清的態度 會不會讓你們其他的人 看起來又越來越著急呢 我想當家才支持佳南 既然現在當家是朱立倫 那他當然跟我們所有2024年 都要一起參選的候選人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就是當事人之一 我也是立委候選人 所以說我們其實只有一個責任 跟一個任務還有我們共同目標 就我們要最強人選出來 我們要贏得這場選戰 這才重點什麼都虛的 贏得這場選戰才重點 所以現在當然相較於民眾黨 相較於民進黨 都定於一尊的情況下 我們還沒有定於一尊 當然支持者或說我們一般的 藍營的這個基層的民眾 都會感到焦慮 這點我也有承受到非常多的壓力 我也希望黨中央如果說徵招 確定了趕快徵招越快越好 也請大家多一點點耐心 那我相信之後能夠打出來的王牌 不要只有一張兩張三張 更多張王牌一起出來的時候 相信母雞帶小雞 我們眾星拱越 可以一起贏得2024的選戰 好的確也希望藍營現在趕快 進行整合的速度能夠加快 畢竟現在綠營有一個非常大的 軟熱可以打 那就是缺電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包含了 竹北跟高雄這兩天都無預警的缺電 那之前台電也說它會計劃性的停電 那這些地方都不在計劃性停電的範圍當中 這缺電問題是不是感覺 只包不住火 明明就在可是卻視而不見呢 不只只包不住火 根本就是捉襟見守 我先請教大家一個概念 就說什麼叫做缺錢 我一直跟你講說我沒有缺錢 我沒有缺錢結果被發現 你明明每天都偷偷跑去當鋪去借錢 去點壓 那你這不是缺錢是什麼呢 前天的這一個所謂的叫做購買電力 高價買電 居然禁價措施 對 禁價措施 到目前為止我身為立法委員 我要監督行政部門 但是這個名詞 我還是很難記得起來 為什麼 因為它就很落口 那什麼概念 它的概念就是 我用台電已經發出的電 要用高價再把這個高壓電的工廠 我把電買回來 再把這買回來的電 分配到其他地方使用 以確保電網不要有任何的這個 停頓的狀況 對 那這不就是跟人家借電 跟人家買電的概念嗎 那這不是缺電 什麼才是缺電呢 倍轉容量法定是10% 對 但你現在有到8%的 甚至我們查資料是說有到6%的 一個不小心 如果說今天天氣再熱一點點 或說突然間太陽下山了 太陽能光電不見了 那你的6%可能瞬間又變沒有 所以這個關鍵那麼重要的情況下 今天我們的媒體朋友去問 所謂的台電董事長 台電董事長居然是說 我不想回答你的問題 這個不是已經說過了嗎 拜託 我就是認為是說你說的不夠清楚 說的不夠詳細 或說怎麼你說的都跟做的 實際反應上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才想一而再再三確認嘛 那你現在面對媒體 你居然不正面回應 那不是高傲 什麼是高傲呢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奉勸就是 你既然了解 而且全中華民國 最了解台電的人是誰 還是你台電董事長啊 如果說你連你經營者 是身為這個官方代表 這個公家機關 人民或者是媒體 或是民意代表 問你你都可以不回答的話 那這樣子不是專制 什麼才是專制呢 淡架全台封面來襲 昨天開始 從北到南都下起了大雨 造成不少的災情 尤其是在中部的地方 台中市區把這個 各道路都淹成河流 寸步難行之外 就連鹿港的天后宮 宮廟裡面也淹大水 已經600天沒下雨的高雄 也迎來雨神 可是為什麼中部 這次災情好嚴重 加明一個封面來襲 為什麼淹水的情況 比大家想像中的還要嚴峻呢 好 明俊其實今天是 24節季當中的古雨 按照以前農民的智慧留下來 今天其實大概 都是在一些播種的時候 但有雨水會是最好 所以就有一句俗諺講 如果這個古雨沒有雨的話 那你可能今年水就會很缺 所以看起來 今天看起來是有雨的 那就看看今年水缺不缺 希望不要 對 南部這個雨真的是很大 剛剛明俊問他說 為什麼今天這次 中台灣的雨會下得這麼大 我們透過這張雷達回播圖來看 因為主要是因為有一道封面 從這邊來通過 另外這道封面在通過的時候 因為在南邊的部分 吹的是比較偏西南風上來 北邊是屬於比較偏東北風 所以冷暖空氣交匯的地方 就是在台灣的中部地區 也是在封面的一個尾端 所以比較強的一些對流 不斷地在移入的過程當中 其實今天早上六七點 那時候剛好雨時最大 包含在苗栗這個地方 食雨量都超過70毫米 包含台中的部分 降雨的狀況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主要都是一些比較強的一些 對流雨一帶看到 都是在中部地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很多人在講說 這個台中真的是不得了 為什麼這麼說 來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在台中 宏光柯大的校門口 那時候這個雨下得非常的大 剛好這個馬路 又是在比較低化的地區 你看水流速度其實非常的快 你逛到急車其實就很危險了 那更況學生 我們看到 趁著傘要涉水而鎖 被水沖走 衝到跌倒 對 要去上課 旁邊這個溢礁板 還要伸手去 稍微幫他拉一下 結果人沒有拉到 結果馬上就被水沖一個沒有站好 就被往下面沖了 大概十幾公尺 不過還好啦 這個水沒有很深 那很快就站了起來 那還是要給這位學生 貿雨區上課的精神 真的要鼓鼓掌 不過另外這個畫面 是在這個比較台中市 郊區產業道路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紅色的泥流 你先看這個再靠近市區 這個機車其實被整個洪流沖了 都快要站不住腳了 旁邊機車其實想說真的太危險了 不然我車先停旁邊好了 那包含這次在整個 在整個東大陸還有在台灣大道 你光看這個要去上班的路上 趕快旁邊有沒有機車騎士 有沒有也是側 機車是側的 根本沒辦法走了 因為這個雨真的太大了 尤其這個混雜的紅色泥土的這個洪流 是直接衝到市區裡面 那你看到在郊區 產業道路其實更誇張了 那個滾滾洪水 從這個產業道路上面 直衝下來 你會發現說天啊 這種畫面這種狀況 看起來感覺像是在 可能你光看這個畫面 看起來像是在這種 東南亞國家有沒有 天啊下個雨 就颱風來的時候 然後當地建設沒有建好 然後就變成土石流 對下個雨下成這個樣子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今天在中部地區的 這些朋友們上班上課 其實真的都是比較辛苦 那包含在彰化鹿港 這個就算你沒去過鹿港 一定也聽過羅大佑的 這個鹿港小鎮這種歌 鹿港這一個有400年歷史的天后宮 你看喔明君 這一個因為它上這個廟城的部分 廟前廣場是沒有屋頂的 對 所以一下下來 平常這個香爐底下三隻腳 現在已經連腳都快看不到了 現在變泳池了啦 對包含那個神桌 也幾乎一半都在水裡面 那包含在外頭的街道上面 也都是淹水淹的 非常非常的誇張 那這也是天后宮呢 是三年一來 再度淹水 前一次是因為 在五月份的這個梅雨 這個降雨的狀況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對 那當然大家會想說 這個南台灣這麼缺水對不對 到底這個雨有沒有下在 這個水庫區 我們很關心啊 對 因為其實 下在對的地方 從昨天就開始下週 那中部以北降雨的狀況 還是比較明顯 但是喔 水利署是統計喔 到在昨天喔 全台水庫進漲了 272萬噸的一個水 感覺相當的不錯 但是喔 是以中部以北的水庫為主 所以在南部地區喔 目前看起來喔 比較缺水比較嚴重的 包含像是整個真文水庫 現在剩下了9點 9.1%的一個缺水量 現在喔 剛剛去看喔 還在持續的下降 現在大概剩8.9% 另外呢 包含像是在這個南華水庫 也只剩下16.7%喔 但是呢 那在今天晚上要特別提醒 南部地區的朋友 因為這降雨的狀況 還會持續喔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喔 我們透過這張雷達回布圖 再來講一下 因為其實這一波的封面 在昨天我們講說 在北部地區 但是隨著北方高壓 持續的是往南走 所以封面呢 也要開始往南移動了 所以通過大概是在 嘉義跟台南的地區 所以降雨的區域呢 這些對流雲帶 就會從這個南部的地區來經過 所以在過去這幾個小時當中 包含像是屏東的來翼 包含像是在這個高雄的奇景 對 其實都有一些明顯的雨勢出現 所以雨帶有往南移就對了 對 所以現在比較強的對流 會集中在這個南部地區 所以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不要想說 今天看新聞 雨下得很大 溫到家地板都是乾的 感覺好像不會下雨 沒有 真正的考驗是在今天晚上 要提防夜襲的狀況 尤其南部地區的朋友 尤其高雄 我們在講說高雄 好久沒下雨了對不對 到現在幫大家算了一下 已經有617天 沒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前一次雨勢比較大什麼時候 是在2021年8月 兩年前 那時候蘆壁颱風在8月初的時候 雖然說很快就減弱 但是它引進了這個西南氣流 所以導致在桃園區 這個累積雨量是來到800毫米 算是雨勢很大 那時候還導致這個明霸克魯橋倒塌 那個時候去視察的一位區代表 也因為被洪水沖走 發生不幸的事件 不過下面講到這波封面 其實是從這個中國大陸過來的 早在中國大陸 最近因為封面的關係 釀成了也蠻嚴重的災情對不對 因為其實這道封面原本是 我們講說華南玉語帶 封面的尾端是在華南地區 那所以包含像是在廈門 這一次也是在整個搶對流移入的時候 其實造成很大的災情 看到這張照片 你看整個這些是什麼 都是車子 卡車的頭 對你一直看到車頭了 因為其他的車身的部分 全部都是淹在水裡面 主要也是因為在廈門 因為搶對流的移入 所以在整個下午 時雨量也來到90毫米 所以水第一時間 你根本宣洩不掉 所以在這個廈門地方 你看光是這個地下 這個是公車上面 其實也都積水 包含停車場 水排不掉 那包含地下停車場也是 這個水都是從一樓 直接衝到地下室 所以你根本 車主完全遇哭無淚 而且這水淹是淹了 有一公尺這麼多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 這一波的封面 其實強度非常非常的強 那除了下大雨之外 包含在福建 福建四平這邊也出現了 天有意向 你看這個畫面 天空上有這麼大的一個閃電 你乍看 你以為是雷神索爾要來了嗎 一個晚上半個小時的時間 你看這個閃電 打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在當地 很多人都覺得非常的可怕 因為很少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為什麼會有閃電打雷 其實主要也是因為 雲神當中的 對流是比較強一些的 而且這閃電不是說 只有轟轟轟不斷打 它好幾個喔 頻率好高 剛剛看到好像起火的畫面 有沒有 主要是雷打下來 打在一個學校旁邊 有一個變壓器 大型的變壓器 直接被雷擊中 所以導致有火警的狀況 不過還好 這起事件是沒有造成 人員傷亡的一個狀況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一波的封面 它的對流非常強 尤其它對流的位置 是在封面的尾端 有些今天晚上要進入到 南部地區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呢 其實在中國大陸 除了這個封面影響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極端氣候 是大家覺得說 相當不可思議的 看到這個畫面 是在這個山西 吉安市一所小學 當時這邊也是遇到暴雨的襲擊 而且這雨下的多大 你看這個畫面 小朋友在幹嘛 被通通站到椅桌子上面了 怎麼 這個已經淹到 這麼離譜的狀況 書包一杯 趕快站在桌子上面 這個不是說 我站在椅子上就可以解決 你看學校幾乎一層樓 都要淹掉了 所以其實很多小朋友 因為水來了又快又急 所以就只能站到 這個桌子上面 才有辦法去 稍微避難一下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極端氣候降雨的狀況 其實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明顯 那另外除了山西之外在山東 其實在山東 其實之前我們講說沙塵暴 其實已經越過這個北京這一塊 是來到了這個山東 但是山東過了這個沙塵暴之外 在前幾天 竟然出現了罕見的龍捲風 這很少在山東看到吧 龍捲風 對 主要也是因為 這個冷暖空氣交會 因為北方的冷高 下來遇到山東比較暖的一個空氣 所以導致激烈的一個對流 所以明顯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風吹過來 前面屋子的這個屋頂 整個被吹天了 你看旁邊這一個屋頂還是算是 比較脆弱一點的 這個整個被吹了 好幾戶的這個民宅都受損 那甚至也傳出有人死亡的一個消息 看連那個鐵的小商戶都被捲飛了 對 不過官方是說沒有人傷亡 這還是這個掩蓋得非常的好 但是有當地的居民有講說 好幾個村鎮都有受到影響 那也有幾位民眾是不幸禮難 那講到龍捲風其實除了山東 當然比較罕見之外 那包含在美國 我們之前講到在密西西比州的 這個Rolling Falk這個城鎮 其實當時就是被龍捲風 一夜之間這個小鎮完全被掃掉 但是現在從今年開始 在美國3月份到現在3月份 已經發生了將近500起的龍捲風 造成68個人死亡 而且其實它這次龍捲風 我們知道它比較常出現在美國的中西部 它有一個龍捲風風到 但是今年非常的奇怪 今年甚至包含在這個東南部地區 也都有出現龍捲風 就過去很少出現龍捲風的地方 也有龍捲風了 對 沒錯 因為主要就是今年大氣河流比較強 大氣河流越過了美國的西岸 進到內陸的時候 它帶來比較強的一個旋轉的一個動能 所以導致現在不是說只有中西部 容易有龍捲風 現在包含東南部都有 而且這一個包含是在密西西比 包含阿肯社州 包含密蘇里州 接連三波 好幾個龍捲風清洗 所以你看很多城鎮都變成這個模樣 正面雙界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選案 風紀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五七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